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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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糊臭手術 它的切口比較大 八橫會比較明顯 後來慢慢改良 出現了香香雷射 旋轉刀等方式 但復發的機會 稍微比較高 隔一段時間需要再接受治療 微創手術 改善傳統糊臭 手術八橫明顯的問題 將八橫縮短 同時也改善了旋轉刀 容易刮除不乾淨的缺點 術後照顧更為方便輕鬆 大大降低復發的機會 無臭的診斷基本上是容易的 比如說無臭的患者 常伴隨有濕耳朵 也就是說他的耳屎是濕濕的 但大部分的臨床醫師 在診斷上 卻沿用最古老的方式 就是用文文看的方式 雖然很方便 但準確度不夠精準 因此我個人特別引進 國外基因檢測比較科學的方式 來增加診斷上的證據 無臭基因的診斷 無臭基因的診斷 其實是藉由我們抽血 或者是我們口腔黏膜的 簡體裁檢 據裁檢我們在人體基因上 有一段ABCC11的基因上面 有一個SNP SNPRS17822931 那在這個基因上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是陽性的患者 就可以作為 胡臭診斷的證據 我們看到 你全身擺的證據 你隨時有一個 顏色有什麼 還有這邊 我們要有解決定 你決定 我就會 但确实影响人际关系和形象 特别是女性容易更让人误解不爱干净 体味很重的错觉 因此,微创胡臭手术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多花一些些的时间来处理是相当值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